说到河南时 相信很多人都立即来了精神 河南在今些年里的发展是很快的 在很多方面都有着特别出色的表现 在我国的名气很高 我国对当地特别重视 河南为我国做出了特别大的贡献 它的历史很悠久 文化底蕴很浓厚 有很多的迷胜古迹 在前段时间有很多消息称 河南境内的一个小酸村里 发现了世界第一龙 我国专家耗时五年的时间 才将其完整挖出 它的体重达到了130吨 没有出现任何腐烂的现象 根据我们的了解 在刚刚开始的时候 有专家到河南境内考察 很多村民都表示在村西头 人们经常会发现 一些在日常生活中 从来都没有看到过的骨头 这些骨头都很奇怪 专家听了之后就立即赶到现场 经过仔细的研究观察 就发现这些骨头 特别像恐龙的骨头 向上级申请之后 这位专家就得当地进行了挖掘 接着时间的不断流逝 人们挖出了一个 一米多长的恐龙化石 这种情况让专家特别的兴奋 就一直不停的挖掘 耗原五年的时间 挖掘出了一个 38.1米长的恐龙化石 这可以说是到目前为止 人们发现的最长恐龙化石 它被人们称为世界第一龙 体重达到130吨 是一个乳羊龙 这样的消息播出之后 人们都感到特别的震惊 也特别惋惜 要知道恐龙在以前的时候 是地球上的霸主 曾统治过地球一年的时间 就这样消失埋藏在地下 真的让我们感到特别的惋惜